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有许多人感到很奇怪 200毫米也就是0.2米 听起来不是个很大的数值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我不是气象专家 不过我觉得用物理学中的量纲分析 就可以理解这个阳谬 基本的道理在于降雨量是一种降维大计 因为平时我们很少注意到高度这一位 降雨量的定义非常简单 百度词条说它是 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雨水 未经蒸发渗透流失 而在水平面上单位面积积聚的水层深度 请注意它的量纲是长度 一般用多少毫米来表示 换句话说 降雨量等于一个地区降雨的体积 除于这个地区的面积 上面这些定义都很容易理解 但下面有一点不在定义里的现实情况 我觉得非常关键 一个地区的地面并不是完全平坦的 像郑州这么大的城市 肯定是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 比如说地铁肯定是地势最低的 这样一来 降雨就不是在全市范围内平均分布 而是集中到地势低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的水位就远远不止是200毫米了 而是可以比它高好几倍 高出的倍数等于全市的面积 与地势低的地区面积之比 这就是为什么200毫米这个听着不大的数值 足以导致灾难 现在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再延伸思考一下 人类平时其实主要是二维的动物 很少面对高度的变化 除了坐电梯等少数时候 而降雨量相当于强迫我们面对高度的变化 把我们从二维世界拉入三维世界 这种从天而降的降维打击 很容易令人措手不及 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 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谍中谍6》 汤姆克罗斯饰演的特工伊森·亨特尔 在他的搭档班吉·邓恩的GPS指挥下 追赶他的敌人 班吉指挥伊森左转 伊森的左面却是一扇玻璃窗 伊森之后抓起把椅子砸碎玻璃 站在窗口 班吉问你在等什么 伊森回答 我正要跳出窗户 班吉才发现自己是在二维模式 班吉说了声Good luck 然后伊森在众目睽睽下跳窗而出 摔得奇魂霸素 这就是二维动物进入三维时的不适 有一种常见的解释是 把面积乘以降雨量算出体积 然后说你看这体积有多大 例如说一亩地面积是666.7平方米 一毫米降雨量就相当于往一亩地浇了0.6667立方米 即666.7公斤的水 又如说郑州的面积是7500平方公里 一小时2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5亿立方米 相当于在一小时内把150个西湖的水灌进了郑州 这些计算都是正确的 不过其实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只是说明了降雨的总量巨大 但别忘了地面的面积也巨大 两者相处仍然是那个看起来不是很大的降雨量 只有考虑到地市的不均匀性 才会理解为什么看起来不大的降雨量已经足以导致灾难 实际上中国计算局的标准是 24小时降雨量小于10毫米的叫做小雨 10至25毫米的叫做中雨 25至50毫米的叫做大雨 50至100毫米的叫做暴雨 100至250毫米的叫做大暴雨 250毫米以上的叫做特大暴雨 郑州在19日20时至20日20时的一天内降雨量552.5毫米 所以属于特大暴雨 从17日20时至20日20时 郑州三天的降雨量是617.1毫米 而郑州平时全年的降雨量平均值为640.8毫米 所以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几乎下了平时一年的雨 下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是 这次气象部门有没有失职 基本的回答是没有失职 例如中国气象局7月16日 曾向相关部门报送重大气象信息专报 滚动发布六期决策气象服务材料 河南省气象局7月15日报送的重要天气报告指出 17日到19日 我省北部中东部有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需加强防范 在细节层面 最初预报暴雨中心是交座 交座位置如临大地 结果暴雨中心却成了郑州 误差有百多公里 不过这种量级的误差 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不能求全责备 因此我们可以批评河南省郑州市 在预警面前响应不及时 但不应该批评气象部门没有发出预警 更深入的问题是 人类当前天气预报的水平如何 对此刚好有一个回答 来自2019年曾庆存院士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 我咨询专家朋友们后的评论 曾庆存先生正是因为天气预报获奖的 他首次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 创立气象卫星大气红外摇杆系统理论和定量繁衍方法 为气象卫星摇杆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下面来看我当时的评论 每当你听到这个天气预报的音乐 你就应该感谢曾庆存先生 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 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世界气象组织将数值天气预报称为 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 深刻改变了世界 以前靠天气图和预报源的经验 有效性和精确度有限 现在可以在7天内达到很高的水准 例如登陆中国的台风从来没有漏过 减少的损失不可估量 虽然大家还在吐槽天气预报 但正是因为进步了才让大家有可吐槽的 数值天气预报的难点主要有两点 一 大气运动防身阻力尺度混杂 从几百米到上万公里的系统 共用一套流体力学防身组 所以非常容易出现不稳定 二 运算量极其巨大 即使超级计算机发生到一级 数值预报系统只要稍微调整下分辨率等 就很快让超算跟不上 所以我过5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 数值天气预报实验室用的都是简化版本 曾先生的贡献在于 推动了用原始防身组进行积分运算 并且对数值预报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数值天气预报的鼻祖之一 简而言之 对国内的数值天气预报他做了从0到1的工作 上面是人人都能听懂的 下面用专业术语深入解释一下 曾庆存提出了数值积分的半隐式查分法 显示隐式和半隐式是不同的查分方案 各有优缺点 显示算得快但容易不稳定 隐式稳定但算得慢 半隐式稳定又比较快 是比较好的计算方案 半隐式查分法至今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 是数值天气预报的核心技术之一 了解了天气预报之后 下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是 能不能用人工方法干预天气 比如说让雨分批下 以免短时间内下雨太多 回答是至少现在还不能 这种思路叫做人工影响天气 确实是近年来发生比较快的一个领域 但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我们才能对天气略微施加一点影响 例如用点化银人工降雨 但对这次的大暴雨 我们就基本上无能为力 因为它的时间尺度持续好几天 空间尺度持续上百公里 这样的大规模降水既不能用人工消除 也不能把它搬走 另一个例子是 特朗普曾经提议用核爆来阻止飞 然后中国气氧局发了一条微博 解读这种不自量力的想法 一个成熟台风释放出来的热量 相当于每20分钟引爆一颗 1000万吨当量的核弹 台风每小时释放的热量 等于2600多克广岛原子弹爆炸能量 相比于台风的能量 原子弹要弱太多 即便是像台风眼投放核弹也无济于事 我在讲核武器的时候 就经常看到有观众以为 核武器能毁灭地球 其实是大错特错 核武器最多只能通过核污染毁灭人类 离毁灭地球还差的太多 许多人过高的估计了人类的力量 过激地估计了大自然力量 实际情况是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十分渺小 不久前 德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洪灾 死亡100多人 不少人在因为这些嘲讽德国或者嘲讽中国 其实都大可不易 人类是一个整体 无论在哪里发生灾难都是应该哀悼的 我们应该懂得这样的大格局大图景 近年来气候灾难频发 显然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许多人把气候变化仅仅理解为全球变暖 然后每当遇到一次寒冷天气 就质疑气候变化是骗局 其实这都是误解 全球平均而言确实在变暖 但并不是每次气象事件都是变暖 气候变化的普遍后果是热的更热冷的更冷 干的更干湿的更湿 极端天气增多 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更为突出 因为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季风区 降水主要出现在夏季 不下则已 一下基本上都是暴雨 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暴雨出现 201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 统计了近三四十年间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 发现1980至2018年间 全球自然灾害事件 包括地质 天气 水文和气候四类灾害 发生次数从1980年的249次 增加到2018年的848次 其中2018年发生次数达到历年之最 这足以让我们惊喜 我的朋友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魏科博士指出 地球的气候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不能依然用以前的那些措施和方法对待它 我们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 防灾减灾意识的培养 灾害发生之后如何响应 等多方面做出改变 把灾害看成一个链条 从灾害发生前 发生时和发生后来整体应对 才能达到最大的防灾减灾效果 我来总结一下 人类当前虽然还没有飞越星辰大海的能力 却已经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 因此 悲天悯人 反思自己 积极采取防灾减灾 碳达风 碳中和等行动 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科技是人类发展的正道 我们要走正道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运人 我们下期再见